作为穷瑶女郎,李安的御用女主,前任男友超过十位,还多次陷入不伦恋,更是牵扯进了异常导致了六人身亡的大火事件。高金素梅到底拥有怎样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人生? 1965年,金素梅出生在宝岛一个小乡村里,父亲是安徽潮湖人,据她自己说,她的父亲有爱心觉罗血统,所以姓金。 母亲则是泰亚族人,由于继承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基因,她有着一副好嗓子,18岁刚上高二的她就在西餐厅住场,她可以算得上一个超级大曲库,脑子里的歌曲不下二百首。 当然她这个技能能用来应付客人点歌,从私立学校影视专业毕业后,1984年,她参加了华氏类似星光大道一样的选秀节目。 大精彩,她缠连了三个月的泪主,引得一些大咖如江玉衡等前来为官,唱片公司立马签下了这个小女孩,从此正式进军歌坛,不过之后她大放异彩的地方不是歌坛,而是影坛。 这是后话,因为刚出道,她就谈了恋爱,算得上是她的初恋。 毕竟她有一双射人心魄的眼睛,妩媚风情,加上那一头波浪起伏的长发,还有那扣人心弦的嗓音,让人如痴如醉。 这样又美又有才的女孩,没有人不喜欢,她的初恋就是看到她那一刻就先进去了。 郑静一,她是台湾音乐鬼才,江惠的家后,就是她的手笔,当时可以算得上家喻户小。 郑静一是一个花花公子,与金素梅相恋三年,最终金素梅忍受不了她的风鸣,狠心离开。 没想到最受伤的人是郑静一,她受不了分手,选择结束生命,当然没有成功。 直到多年后,郑静一也不后悔,她觉得曾经能成为金素梅的男人,是她的福气。 她还说道,金素梅魅力太大了,只要是个男人,无论有没有老婆或者女朋友,都会爱上金素梅。 跟郑静一分手后,金素梅就立刻迎来了第二个追求者,富商黄冠博。 黄冠博当时经常和女明星传出绯闻,不过月女无数的她也抵抗不了金素梅的魅力,还为她开了一家餐厅。 不过黄冠博同样花心,而且恋爱没多久,她就出现了财务危机,于是两人迅速分手。 1989年,金素梅有了一个拍摄八点档电视剧的机会,搭档是何佳靖,俊男美女在戏里缠绵翡测,而且这部不了情。 当时非常虎,两人的CP感溢出了屏幕,歌唱出道的金素梅从此在荧幕里开花,不过这两个人的缘分还没有到来。 这时的金素梅正在跟当红偶像歌手高明俊热恋,不过是地下情,毕竟高明俊太红了,当时红到什么程度呢? 第一张专辑就获得台湾年度畅销十大奖,之后,年轻的喝彩,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等等,都是当年大火的歌曲了。 而且,高明俊公司合约标明不准谈恋爱,两人只能偷偷摸摸,暗戳戳地在粉丝的眼皮子底下寻找那一点点刺激与甜蜜。 恰巧1990年,金素梅被琼瑶选中出演《宛军》中的一个丫鬟,别看是佩菊,但是很出彩,因为她漂亮波浪,舍身救助,人气也很高。 由于拍摄地点在北京,她与高明俊只好异地恋,两人通过电话以为相思之骨。 相思情龙的高明俊更是偷偷飞到北京和金素梅约会。 为了和金素梅大放恋爱,她宁可不听公司的敬爱令,硬生生公开了恋情。 结果没想到,剑光死了,公开恋情了。 流言也随之而来,两人都对对方产生了怀疑,最后遗憾分手。 但金素梅也凭借着自己的特色,从小丫鬟一跃成为当红的穷女郎,甚至一度与于小凡。 刘雪华平起平坐,同时,她又遇上已经平展昭大火的何嘉靖,两人这次燃起了爱火。 虽然跟何嘉靖的恋爱仅仅维持了一年多,但何嘉靖对她也是牵肠挂肚的一辈子。 而在那一年,她的事业更是扶摇直上,音乐上,和同安阁合作,钻与石大火。 她成了钻石般闪耀的女人,拍电影《梅珍》让她获得了个影后。 同年,又参演了大导演李安的喜宴。 当女主角,这部片不仅拿下了第4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雄奖,好几个电影金马奖,还有美国奥斯卡和金球奖提名。 而且李安还钦点她继续出演下一部作品《饮食男女》。 她却不在意这难得的机会,毅然地退出娱乐圈,跟朋友合开婚纱店,合伙人士后来在《美丽翘家人》等节目中经常出现的造型师梅林。 正当外界不理解她为何放弃大好前程之计,有传言称她秘密已婚,对象是已婚的台中有线电视大亨吕崇敏,说她已经过上了阔太太的生活。 吕崇敏表面是坐拥数十亿身家的富商,实则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大哥中的大哥。 她的太太话珍珍,曾是台式的当家花旦,因与金素梅的传闻,传言太太话珍珍一度痛不欲生,差点闹离婚。 而两年后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,迅速地改变了一切。 1996年7月25日,金素梅的婚纱店发生了大火。 这场大火至今原由不明,当时金素梅侥幸逃脱,但吸入大量浓烟。 昏迷不醒,她被送入医院,但店里的其他人没那么幸运。 有6人罹纳,11人受伤。 当金素梅刚刚度过危险,睁开眼的一瞬间,媒体的轰炸便开始。 事故原因和补偿方案等问题让她感到猛逼。 而且,她还面临刑事追责,闭上眼睛。 6名去世员工的模样就出现在她脑海里,为获得受难者家属的谅解。 金素梅勇敢站出来承担相关责任。 坐着轮椅,她前往灵堂向死难者吊咽,并承诺会负责到底。 她拿出她所有的财产2000万台币,赔偿给死伤者家属。 她为此是负责,但她的合伙人和情人都离她而去。 痛苦地她关起门来,度日如年,体重一度跌至70斤,经过四年的努力。 她终于获得了患难者家属的原谅,官司也结束了。 1998年,34岁的金素梅打算再出发,想靠电视剧《哑巴与新娘》付出。 但拍到第五集时,她被确诊患上了肝癌。 很明显,那场大火让她深陷抑郁和绝望,她害怕死亡,怕像母亲一样因癌症去世。 但医生告诉她,还有希望,毕竟病情早期发现,前男友何嘉进听到消息后也从香港赶来。 给予她支持和安慰,手术成功了,癌细胞没有扩散,她活了下来。 然而在休养期间,她又遭遇了921大地震,她不顾自己的伤势。 坚持走上街头,为灾民提供支援。 金素梅偶然发现山区的原住民一直遭受不公平对待,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。 2000年,金素梅灌上了母亲。 高,也就是高金素梅,开始了不同于演艺圈的道路。 同年,她被投票选为原住民50年来首任女,民意代表,为原住民发声。 同时,她也有了新恋情。 对象是唱片制作人戴维雄,两人还在阳明山共筑爱潮。 本来这是值得祝贺的事情,但问题在于戴维雄已婚,原配是歌手关爱。 但高金并不记忆这一点,甚至还怀上了她的孩子。 可惜她怕怀孕期间无法检测癌细胞,又怕影响孩子的健康,只好忍痛放弃生育。 结果戴维雄与妻子关爱,在2002年还是离婚了。 关爱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。 对于这段感情,高金一直没有承认也不否认,就让外界开始猜测她腹中的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。 而这个人就是富商廖伟智,杨明山的住处也是她安排的。 戴维雄只是个影子情人,廖伟智是威风集团董事长,三乔什叶集团董事长,是台湾名媛孙芸云的公公。 当然,已婚。 金素梅竟然还有第三段绯闻。 当时她和篮球界明星郑志龙同时成功进入政界,两人的互动太频繁了,让外界猜测不断。 郑志龙的妻子公开指控高金是自己婚姻的第三者,并当众提出离婚,引起社会哗然。 之后,郑志龙开发布会道歉,还希望观众再给她一次机会。 但不久后,两人还是已离婚收场,而金素梅则非常愤怒,甚至发布声明严厉指出,她和郑志龙只有同事关系,恋情是绝对没有的。 明显是郑志龙炒作,对于她的名誉损失,她要求郑志龙道歉和说明。 2006年,金素梅又与已婚的台北县原副县长李洪源传出布伦恋情。 这也是高金自己唯一承认的一段插足他人的婚姻关系。 两人不在意外界看法,相当高调,甚至实质紧扣,在北京后海合唱,我只在乎你。 情意绵绵,李洪源结婚三十多年,与太太育有三女异子,原本家庭生活幸福。 结果不嫌事大的媒体直接举着李洪源和高金的照片,去采访李洪源的太太。 太太虽然很尴尬,为了顾权大局,不得不为丈夫澄清。 气得李洪源的弟弟也公开发话要放狗去咬高金,但两人依然爱的甜蜜高调,甚至传出高金花了一,两一新台币,打算共筑爱潮安定下来。 而李洪源为此还请辞赴县长,不过恋情仅维持了五年,南方选择了回归家庭。 金素梅最近的一任恋爱谈起了姐弟恋,对方是小她11岁的作家许致远,据说两人是在一场聚会中一见钟情,还相约出游北京时差海。 许致远更是毫不避讳公开恋情,但金素梅的态度却并不相同。 我现在不想谈这事儿,我认识她,谢谢,拜拜,好像她是世外人一样。 这段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。 高金素梅爱过很多次,前男友超过十任,当然她也受过很重的情伤,但是她还算光明磊落,做错地承认,并且郑重道歉。 没有的就不用给她添乱,她的一生很坎坷,情路更坎坷,在逆境中摔倒她会爬起来,她的人生足够精彩。